黑心食品这事应该都听腻了 但是还有比黑心食品更加严重的事 在这里先声明 人类都会犯错 像是我一天到晚都在犯错 生活里或是工作上的错误 通常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你在餐饮业工作 但你犯了一点点的小错 都可能成为一件非常严重 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 如吃了一口快餐 发现原以为美味 诱人的鸡肉 不过是下水道恶心的老鼠肉 我不想破坏你的美梦 但是事实证明 有些就如传闻里说的那样恶心 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到底常不常发生 但是从今天以后 我都会很小心的检查我买的食物 咖喱酱 Kate Barrett 从当地的商店中买了一块咖喱酱 他希望能够给自己烹调 增添一些风味 但是他没有想到 会在即将吃完的咖喱酱中 发现死老鼠 当时他正在做饭 将咖喱酱倒进去时 发现有很大块的状物 开始他并没有在意 搅拌时 竟然看到了胡子和尾巴 这时他才意识到 这是只死老鼠 Kate与丈夫一起去商店询问 经理道歉后 表示会送去检查 比在食物中看见死老鼠 更恶心的就是 快吃完了才看见 简直就是噩梦啊 Modern Dew 今天要来聊的是Modern Dew 也就是碳酸汽水的味道 它这百是可乐公司的汽水之一 一般人都爱喝汽水 除了甜味 就是喜欢那气泡在嘴里 或喝下去时 那吃吃的爽感 Ronald Boe 在2009年时 他在办公室附近的一部自动贩卖机里 马下那罐可乐 他喝下时 马上感到严重不适 和呕吐 于是 把汽水倒进一个植碑里 却赫然发现有一只小老鼠 他打电话到百是可乐投诉 百是派人上门了解 并取走了老鼠 Ronald Boe投诉 百是指质老鼠 腐烂粉解后 才归还持关键物证 让他难再寻求化验测试 他公告百是 并所长5万美元 百是否认上诉指控 指称 由于汽水本身带酸性 如果汽水真的有老鼠 早在开老环时 也认为果冻状 不可能在汽水中发现老鼠 这官司持续了几年 最后 由百是可乐胜诉 主要胜诉的原因 是因为百是可乐的律师提出 如果汽水官人有此老鼠 在制造 包装 运输的过程后 三十天后死老鼠 应该呈现一种果冻式的胶状 不可能保持完整的形态 当初提出诉控的他 买到的Modern Dew汽水 已经离出场日期超过15个月 所以法院判定百是胜诉 麦当劳开心套餐 爷爷奶奶 带着七岁的孙女 坐下吃麦当劳开心套餐的时候 孙女惊恐了 发现了一个绿色的套套 幸运的是 奶奶先看到了套套 便很快丢掉 因此 不用向小女生解释什么 麦当劳迅速地换了一份新的套餐 Subware三明治 住在纽约皇后区的27岁 John Anacine 非常喜欢吃Subware的三明治 他是杂志的创业设计总监 当时他正在工作 没有太注意手中的事物 但是咬了几口后 突然发现面包边露出刀片 而且这把刀片 竟然有七寸厂 幸好 他没有咬到刀刃上 他控告了Subware公司 并表示 如果他当时不看一眼 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谁想到三明治里 藏着把刀呢 然而 他也要求100万美元的赔偿 这把刀片 好像是被踩在面包里直接烤了 也或许是某个愤怒的店员 归放进去了 还是 这是最新的Subware套餐 道指三明治呢 Oreo 甜一甜 转一转 才泡一泡牛奶 家喻户晓的Oreo饼干广告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人们喜欢在泡一泡之前 先把Oreo分开 幸好中西部的一位年轻女孩 也是这样做的 然后 他就震惊地发现奶油里有一只蜘蛛 他妈妈很快地就将照片发布到了脸书 并向公司投诉 但是 公司考虑到生产Oreo的清洁标准和速度 就回答这块有问题的饼干 很有可能是假货 炸鸡 但是Lingo为了尽量不呕吐 并马上穿了该种块的照片到脸书 这块种块既不是大脑也不是肾脏 可能即向Lingo道歉 并承受了带进卷 让我肯定 Lingo永远不会使用 酥饼 最近的蟑螂世界冰冰出现 这种天气也的确很糟蟑螂 蟑螂是很好的病原穿泊体 所以一定要注意卫生 不要让家里有蟑螂 而且出门吃饭什么的也一定要注意 一位顾客在麦当郎就餐时 在炸酥饼中吃熟到胃口的蟑螂 气氛之下将其拍下 发到美国旧金山的一家社交网站上 网上照片显示 一个被油炸过的蟑螂 翅膀展开 紧贴在咬了一口的炸酥饼上 这位网名为Ling Boy Yeti的顾客称 底部含有义物的酥饼 然后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一款被污染的食物 当他在从麦当郎回家的路上 发现吃出滚虫时 他还不能确定那个恶心的污染物 到底是蟑螂还是蟑虫 只在网上的网友告诉他 那个东西的确是蟑螂 他在网上爬帖说 当麦当郎的店面经理 在看到蟑螂后 很是淡定 并没有表现出很震惊的样子 他只是在我的手机上面 做了标记 表示自己 可以再下次免费吃一顿早餐 葡萄 因为波士顿的顾客 从超市买了一袋葡萄 他从袋子中拿葡萄吃时 竟然发现里面有一只蜘蛛 当时 吓得把嘴里的葡萄 都吐了出来 他将这只黑寡妇蜘蛛 拿到了超市 负责人称 会把这批水果撤下来 虽然 被黑寡妇丁很少会致命 但其毒素 可以导致肌肉筋软 嘔吐 头晕等症状 鸡头 一个美国的妈妈 领着自己六岁和八岁的两个孩子 去麦当劳 她给孩子们订了有炸鸡的快乐儿童套餐 给自己订了一份有炸薯条的汉堡 当他们在使用的时候 那个六岁的小孩更关注的是路边的流滑梯 而不是母亲为她买的鸡块 没办法 这位母亲打算自己使用 她选了一个大块的 正当她要往嘴里放时 那个八岁的孩子喊叫了出来 不让她的母亲使用 于是 她仔细地看了一下鸡块 原来这是一块鸡头 负责的部门经理 退还了他们的餐费 并告知他们 可以在两周内 随时可以过来用餐 但是这位母亲 仍旧地提出了诉讼 并要求赔偿10万美元 奶油冰淇淋 Claren Stewart 从当地的商店中 买了一个卵质奶油冰淇淋 但在吃时发现里面有硬物 起初 她以为是糖果 放到嘴里后 她觉得很坚硬 她甚至还含在嘴里 品尝这到底是什么味道 但当她突出来的时候 她发现这不是糖 也不是坚果 当她去厨房用水 把这块东西清洗干净后 她才发现 这是一颗 人的手指头 然后放声尖叫 而商店表示 当时 机器往桶里灌奶油丝 发生的事故 一名23岁员工的手指 也掉了进去 所以 是不小心进了产品里头 家宝婴儿食品 婴儿处于身体发育的初期 各项身体特征还很脆弱 在吃东西的时候 要可谓谨慎 婴儿若是被硬物 呛入器官 可能会引起生命危险 如果食品安全不达标 让人怎么放心 Reilly夫妇买了家宝婴儿的奶粉食品 在喂孩子的某天晚上 父亲注意扫子上 亮晶晶的东西 母亲赶紧检查孩子的嘴 居然发现一块硬币大小的玻璃 父亲立即送孩子到医院做X光 并在胃里发现了更多碎片 之后在尿布里 也发现了玻璃杂 后来各周又报导了30多起这样的病例 对此 家宝产品公司拒绝回应 乌尔玛冰淇淋 Stephanie Granger 趁打算边看电影 边手里捧着一盒沃尔玛冰淇淋 开心的享受 但他的计划落空了 没有他在凯威小吃 他华神匠里 发现了一块T恤到产品 他打电话投诉了沃尔玛 却收到了这样的回应 很抱歉 希望你今天可以过得更好 奥拉水果供的饮料 这个肯定是最糟糕的发现 胡安莎其实在喝欧拉饮料 喝完三分之二时 他发现了一根硬睛 他向南地警方报了案 并把器官上轿 以备进一步调查 大家纷纷猜测 这是哪个男人的 以及这个器官 到底是怎样进入国质品里的 然而 经过简单的法医检定 厌食官宣称 这个可怕的东西 实际上是美菌 而不是人体组织 根据法医所说 这个美菌可能是因为 瓶子上的金属盖子 没有拧紧 空气顺着漏缝进来 而且原料含糖量高 为美菌 提供了完美的生长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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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